宇宙有它自己的全盘计划 S.哲斯的观点认为宇宙是有自己的全盘计划 它是由一个无限存在的创造力所创造 这个创造力被称为全在的当下 这个创造力创造了所有存在 包括物质、能量、意识等等 且它们都是互相作用的 这个全盘计划不仅包括整个宇宙的运作 也包括个体生命的进化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有目的地存在于宇宙中的 而且每个生命的目的都是要贡献于整个宇宙计划的进化中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道路和责任 而每个生命的责任都是为了更大的目标和进化计划服务 总之,S.哲斯的观点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目的的存在 而且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目的和责任 这些目的和责任都是为了更大的宇宙计划和进化而存在的 举例说明 S.哲斯认为宇宙有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是基于宇宙的整体性和一个伟大的视野 且每个存在的元素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S.哲斯观点的例子 一,生命是宇宙计划的一部分 每个存在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贡献 二,每个存在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 它在宇宙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每个存在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经验 三,宇宙计划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展和演变 四,宇宙计划是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计划 每个存在都可以透过内在的智慧和爱来参与这个计划 你用神魔魔子形成你的人生 例如身体就是一个模子 你的信念决定身体的好坏 根据S哲思的观点 我们的信念、思维和情感等内在状态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经验 而这些内在状态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健康、事业发展、人际关系等方面 以身体为例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模子 而我们的信念和思维决定了身体的状态 如果我们相信身体是强壮、健康的 我们会对身体好好照顾 例如健身、饮食均衡等 进而增强身体的健康 反之 如果我们相信身体虚弱、容易生病 我们可能会忽略身体的健康 甚至对身体状况更加担忧 这些负面信念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 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信念和思维如同一个模子 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和身体健康状况 意识单位变成意义单位 根据S哲斯的观点 意义单位指的是意识单位在脱离肉体后 成为一种没有形体、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能量实体 在意义单位的状态下 意识单位可以自由地探索宇宙的各个角落 和其他意义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流 S哲斯认为 每个人都是一个意识单位 而人的肉体只是意识单位 在物理世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人的肉体死亡时 意识单位并不会消失 而是变成意义单位继续存在下去 在意义单位的状态下 意识单位可以继续成长和学习 且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根据S哲斯的观点 意识单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 且它们的状态决定了物质的形成和运动 这些意识单位随时间和进化 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组织化 从意义单位进化到了更复杂的量子力学 举例来说 意义单位可以想象为一种基本的能量单位 它们相互作用和组织形成更复杂的系统 这些系统 可能是分子、细胞、生物体、星系等等 进一步发展 这些系统之间的互动和组织 形成了更大的系统 如星系团、超级星团、宇宙等等 在这些系统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复杂的现象和行为 如行星运动、星系旋转、黑洞存在等等 因此 随时间的推移 意识单位进化成为更复杂的系统 且形成了量子力学的基础 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的理论 它揭示了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如何交互作用和组织形成更复杂的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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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